Hello,大家好,我是 Elsie 欢迎来到这个月的Grammar Review 在这个月的Grammar Review中 我们要介绍的是非常重要的时态 也就是完成式和完成进行式 在上个月的杂志中 我们介绍了简单式还有进行式 它们是属于比较基本的时态 而今天要介绍的完成式和完成进行式 定义跟用法都比较复杂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同学 一定要专心的听完今天的Grammar Review 而且一定要好好的在做复习哦 好啦,那我们翻开杂志吧 现在完成式的组成元素是have或者是has 根据主词做选择之后 再加上过去分词 而第一个现在完成式的使用时机是 表示一个动作或状态开始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经过了一段时间延续到现在 注意哦,一定有延续到现在 在这样的句子当中啊 我们常搭配时间副词使用 像是表示最近的recently, lately 还有表示到目前为止的so far, up to now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句尾加上表达以前的before 或者是使用during the last 或者是for the last 再加上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例句咯 例句说啊,Darren is from America But he has worked in Taiwan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Darren来自美国 但这三年来他一直在台湾工作 下方我们画了一个时间轴 各位同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是三年前在台湾开始工作 而且一直工作到现在 所以你会看到箭头是从过去一直画到现在为止 同学们往下方看到注解的部分 since的中文解释是自从 它可以当作介细词或连接词来使用哦 当介细词的时候啊 后面接上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所以杂志上的例子有 since2004 自从西元2004年起 还有since3 months ago 自从三个月前开始 这些都是加上过去时间点的用法 since当作连接词的时候啊 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完整的句子 例句说 Leon hasn't heard from Claire since she moved to New York City Claire搬去纽约之后呢 Leon就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了 since后面加上的是 she moved to New York City 这个过去式的句子 注意咯 因为动作是从过去的某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since加上的句子一定是过去简单式哦 下一个例句也是一样的道理 Tony and Sally haven't seen each other since they broke up last year 前方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heaven't seen 而后方在since的后面 用的是broke 这个过去简单式动词 所以再提醒同学一次 现在完成式所带出的动作或状态 是从过去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哦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现在完成式的用法 它就比较简单了 杂志上说 这是表示过去某个动作或经验的现在结果 也就是用来表示 已经有的结果 所以如果考中翻音的话 你看到已经这两个中文字 八九不离时都要请你翻成现在完成式 例句说 Katy has completed her report So she can relax and do whatever she wants now Katy已经完成报告 现在她可以放松做她想做的事情 往下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完成式的其他用法 比如说可以表示到目前为止的经验 经验的确切时间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跟以下的字连用 例如never 从来没有 ever 曾经 或者是several times 几次 例句说 Jenny wants to go to a French restaurant because she has never eaten French food before Jenny想要去法国餐厅用餐 因为她从来没有出过法国菜 这句话讲到的是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以后看到 never ever several times a few times once twice 这些字 我们都可以用现在完成式 接下来杂志告诉我们 现在完成式也可以指 已经刚刚或尚未完成的动作 它的影响力仍持续到现在 常语副词already just yet 等等的字 来联用 而这个时候的现在完成式 就是指 已经做完 才刚做完 或尚未做的事情 例句说 The manager has just left her office She told her secretary she would be back in two hours 经理刚刚才离开办公室 他跟秘书说 他在两个小时之后会回来 这个时候的 has just left 表示经理不久之前才离开 因为还没有回来 所以人不在 造成的影响 仍持续到现在 接下来要提醒各位同学 现在完成式 表示的是从过去到现在 牵涉到现在的时间 所以不会跟 yesterday last week 或者是two days ago 这些有明确过去时间的 副词连用 如果剧中有这些明确的 过去时间副词 那句子用过去简单式就可以了 杂志上的例句说 Kate finished her report very late last night Kate昨天深夜 写完了她的报告 这个例句中 有last night 昨天晚上 这个明确的过去时间 所以动词用过去简单式就可以了 不要跟现在完成式弄混了 而最后面要提醒各位同学的是 现在完成式 因为多半指的是动作或状态 持续一段时间 是否完成 或者是经验次数 所以习惯上 是不会用when 这个疑问词来造问句的 因为啊 when这个疑问词呢 问的是一个明确的时间 所以下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句 When did Mandy go to the movies with her friends Mandy什么时候和朋友 去看电影的呢 这里问的是明确的动作时间 所以这个例句 用的是过去简单式 介绍完了现在完成式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 另外一个不同的时态 也就是过去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 使用have的过去式 had加上过去分词 它的用法跟它的定义 并不像现在完成式这么复杂 第一个要告诉各位同学的是 过去完成式指的是一个过去动作 在另外一个过去动作发生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 例句说啊 When Lisa got to the classroom the teacher had already started his class 当Lissa抵达教室的时候 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 所以下方看到的这个时间轴表示 Lissa抵达教室是一个过去的动作 所以这里老师开始上课的动作 又比Lissa抵达教室来得更早 所以要请你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had再加上过去分词 特别是在有连接词win的句子当中 需要用过去完成式 来点出这个动作是先发生的 是早于去中过去简单式所发生的时间 跟win同样是时间连接词的 还有before and after 他们所表达的时间先后关系很清楚 所以通常使用过去简单式 取代过去完成式 例句说呢 My older sister forgot to call our mother before she went shopping with her friends 我的姐姐跟朋友逛街前 忘了打电话给妈妈 忘记打电话是更早的动作 应该用过去完成式 但是因为这句话 有一个清楚的时间连接词 before 所以不用用过去完成式也可以 所以例句中的forgot跟went 都是过去简单式 接下来杂志告诉我们 如果一连串的动作是按照其发生的 先后顺序排列 则这一串的动作 接用过去简单式就可以了 例句说啊 Rita brushed her teeth washed her face eat her breakfast and went to work Rita刷牙洗脸吃早餐 然后去上班 所以啊 如果有一连串的动作 按顺序发生 这个时候 全部用过去简单式就可以了 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过去完成式中 比较复杂的句型 包括 No sooner than Hardly 或者是 scarcely when 或before的句型 请你先看一下下方例句 No sooner had his mother left the house then Nick began watching TV 妈妈一离开家里 Nick就开始看电视 据说妈妈先出门 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had left 小男孩看电视 用的是过去简单式 began 句型 No sooner than 就是字面上没有快多少的意思 妈妈出家门 比起小男孩看电视 没有快多少 所以用的是 No sooner than 而No sooner Hardly Scarcely 这些字因为都是否定副词 所以摆在锯手 后方的句子就需要倒桩 所以你会看到例句当中写的是 No sooner had 再加上主词 his mother 再加上过去分词 left 有些同学可能已经想到连接词片语 as soon as 也可以表示第一个动作一发生 第二个动作马上接着发生 但是因为它不是否定副词 所以不用倒桩 而且连接的两个句子动词 都用过去简单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这个例句改写成 as soon as his mother left the house Nick began watching TV 再来要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下方的题目了 第一题 Patricia的爸爸在车祸当中丧生 而且这件事是发生在他出生之前 虽然事件是在他出生就发生的 应该要用过去完成式 但是因为剧中有before这个明确的时间连接词 所以第一个格子只要用过去简单式 was就可以了 而他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爸爸见过面 这表示一种经验 所以第二个格子要请你写的是 has never met 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见过 接着第二题 社会在西元19世纪的时候 因为工业革命而剧烈改变 因为啊西元19世纪是个明确的过去时间点 动词用过去简单式changed就可以了 第三题 请你在接下来的球季当中 试着不要错过练习 因为你已经错过太多练习了 光是上一个月就错过了三次练习的机会 第一个格子 你已经错过太多的练习 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事情 所以用现在完成式 have already missed 第二个格子 光光是上一个月你就错过了三次 上个月 last month 是明确的过去时间点 所以用过去简单式 missed就可以了 下方练习二的题目比较长 第一题说啊 Albert昨晚度假回来 发现呢 有人已经闯进他的公寓了 度假回来发现 用的是found 这个过去简单式动词 先前就有人闯进公寓 用的则是过去完成式 had broken 后面说他的许多财产已经被偷走了 一样是他发现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用过去完成式 再加上被动 had been stolen 接下来他说 他马上打电话叫警察 打电话叫警察是 last night 昨晚做的动作 所以用called 这个过去简单式动词就可以了 第二题 上周日在海滩的时候 我看到了Angelina 也就是我的前女友 last Sunday 上周日是明确的过去时间点 所以看到他 用过去简单式 saw就可以了 不过上周日看到他之前 已经有三年没有看到他 三年没看到他是发生在上周日之前的事情 所以要用过去完成式 had been seen 后面说 一开始我并没认出他来 因为啊 他已经胖了至少40磅 一开始认不出来是上周日发生的事 所以用过去简单式 didn't recognize 而上周日认不出他来 是因为他之前胖了至少40磅 所以这里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had gained 表示从三年前见过他之后 到上周日 他胖了至少40磅 以上是我们现在完成式 与过去完成式的介绍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咯 hello 欢迎回到今天的grammar review 我是Elsey 在接下来的grammar review当中呢 我们要把剩下的动词实态介绍完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未来完成式的用法 未来完成式就是未来式加上完成式 所以会先写will 再加上have 以及一个过去分词 而未来完成式的第一个定义是 表示未来某个时间或未来某个动作发生之前 所完成的动作 例句说 When Jenna comes back from her vacation I will already have completed my history report 当 Jenna休假回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完成历史报告了 两个动作都是发生在未来 不过呢 when所带出的副词字句 要用现在简单式代替未来简单式 所以你看到的动词是comes 而主要字句则是用未来完成式表达 will have completed 下面马上就来提醒你这个重点咯 副词字句当中 用现在简单式代替未来简单式 以下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句 We will go to the beach tomorrow if the weather is nice 明天天气好不好 我们用if所带出的条件副词字句来表示 所以实态用的是现在简单式代替未来简单式 如果符合天气好的条件 我们就会去海边 所以表示结果的主要字句用未来式来表示 也就是we will go to the beach 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未来完成式的用法是 有些时候我们要用现在完成式 代替未来完成式 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在副词字句当中 马上来看个例句哦 I will help you with the laundry when I have finished my essay 等我写完论文 我就帮你洗衣服 实际上写完论文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 但是它在副词字句里头 所以用现在完成式来取代未来完成式 好啦 再来要介绍的是现在完成进行式的用法 完成式加上进行式 就变成了完成进行式 所以它的写法是has或是have 加上being b-e-e-n being 再加上现在分词 现在完成进行式跟现在完成式其实很相似 唯一的差别在于呢 现在完成进行式会强调这个动作的持续性 所谓的持续性就是会继续下去的意思 例句说 Anita has been waiting in the airport for almost three hours Anita已经在机场等了将近三小时了 这里的has been waiting就是表示她从三个小时前开始等 等到现在 而且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还得要继续等下去 强调动作会持续下去 通常等待 wait 坐 sit 睡 sleep 躺 lie 站 stand 住在哪里 live 或者是待在什么地方 stay 习惯上都会用完成进行式 表示一直而且会持续 接着要跟同学们介绍的就是过去完成进行式 当然过去完成进行式跟过去完成式也非常相似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 过去完成进行式强调动作的持续性 例句说 the little girl had been sitting outside her school for much of the afternoon before her mother showed up 直到她的妈妈出现前 小女孩已经在学校外面坐了快一整个下午 这句话用到过去完成式 had been sitting 是在强调妈妈出现之前 这个小女孩是一直在等她的 而且如果妈妈没有出现 她还会继续等下去 完成进行式相当简单 它就是完成式 再加上一直跟持续的概念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未来完成进行式 值得就是这个动作在未来才会完成 而且可能会持续下去 例句说 by 11pm Bess will have been reading the novel for 2 hours 到了11点 Bess就会读那本小说 满两个小时 11点还没有到 所以读小说两个小时就用未来完成式 但是要强调她一直读 而且可能11点之后还会继续读下去 所以再加上进行式 就变成了未来完成进行式 这里要提醒各位同学 过去完成进行式和未来完成进行式 要斟酌使用 因为他们并不常用 以上是我们时态的全部介绍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做下方的练习题了 练习一的第一题 Jerry已经打电动整整三个小时 但都没有看Ruby一言 难怪Ruby在生她的气 做题目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清楚前后文 时态的选择就藏在前后文当中 题目后方说 She is upset with him 从B动词 is 可以看出她现在不高兴 所以代表Jerry是从 过去到现在打电动整整三个小时 所以应该使用的是 现在完成进行式 has been playing 强调她可能会一直打下去 第二个题目说 老板在会议当中问Sophie一个问题 但是她答不出来 因为过去的五分钟 她都在做白日梦 asked是过去简单式 couldn't answer也是过去简单式 而在被问问题和答不出来之前 那过去五分钟 Sophie都一直在做白日梦 所以我们的格子要填的是 过去完成进行式 had been daydreaming 第三题 我从两点钟等Peter一直等到现在 但是he hasn't showed up 他都还没有出现哦 所以代表我从两点开始等 到现在他都还没来 我还要继续等下去 答案要写的就是 I have been waiting 以上这三个题目都不难 只要能分辨出句子当中的实态 应该都可以答得出来哦 下方的练习二 要请大家来分辨到底要用 未来完成式 还是未来完成进行式呢 这个难度会稍微高一些些 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来作答 第一题说 Barbara跟Ted已经结婚49年了 在他们下一次结婚周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结婚50年 结婚50年是未来才会完成的事情 所以当然要填的是未来完成式 have been 后面加上题目已经帮我们写好的形容词 married 已婚的状态 第二题 我的小孩会在晚上九点上床睡觉 而我则是午夜才会回到家 我的孩子在我回到家的时候 会已经睡了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是一直睡 而且还会继续睡 所以这里要用的是 未来完成进行式 will have been sleeping 第三题 请你在傍晚六点半 之后打电话给我 那个时候会议应该就结束了 会议结束是未来才会完成的事情 结束也不会再继续了 所以这里用的是 未来完成式 will have finished 接下来的练习三就比较进阶咯 因为你要分辨出十二种不同的时态 第一题 我的兄弟很爱打篮球 在他离开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打了三个小时的篮球了 首先 喜欢打篮球是一个单纯的事实 习惯 所以第一个格子用现在简单式 loves就可以了 接下来 by the time he left school today 在他今天离开学校之前 left 是过去简单式 比过去简单式更早发生的 就要用过去完成式了 当然也可以用过去完成进行式 强调他持续在打篮球 所以第二个格子我们可以有两种答案 可以填 had played 或是 had been played 再来第二题 Max已经等他的女朋友 等了两个小时了 他的女朋友一个小时前 打电话给他 说他一分钟之后会到 首先 他等待女朋友已经等两个小时 而且还要继续等 所以要填的是 现在完成进行式 has been waiting 而后方第二个 女朋友一个小时前 打电话给他 是明确的过去时间 当然就是用过去简单式 call 再来第三题 昨天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妈妈正在厨房做早餐 昨天早上醒来 当然用的是过去简单式 woke up 所以第一个格子填的是woke 而我起床的时候 妈妈正在做早餐 所以用的是过去进行式 was making 要注意的是 这个格子也可以填made 但意思会有点不一样哦 填made所表示的是 我起床的时候 妈妈做了早餐 不是正在做早餐 第四题 在明年年底之前 我就会完成 我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了 明年年底是未来时间 在那之前我就会完成 所以用未来完成是 will have finished 第五题 Eddie 下个星期六 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这个题目很简单 next saturday 是明确是明确的未来时间 所以 Eddie计划在下星期六 要做的事 我们就用 is going to 加原型动词 have 来表示 所以答案填的是 is going 最后第六题 Vicky一听到 爸爸的死讯 就开始哭 前面讲过 as soon as 用来连接两个 前后接着发生的动作 动作如果是发生在过去 那就用过去简单式就可以了 而且前后的事态 要请你用的是一样的 所以过去听到 就用heard 开始哭 就用started 接下来我们要用的是 no sooner than 这个片语了 也就是第一个动作没发生多久 第二个动作就发生 所以先听到 父亲的死讯 才开始哭 先听到 我们用的是 had heard 开始哭 则是第二个动作 用过去简单式 started no sooner 又放在锯手 所以后面要倒桩 那就变成了 no sooner had Vicky heard the news of her father's death Then she started to cry 以上练习三呢 是我们十二种事态 的完整复习哦 最后要提醒各位同学 如果你对于练习三的六个题目 有任何疑问的话 请你把八月号的杂志 也找出来 重新的复习一次 动词的十二种事态 请你先掌握 十二种事态的定义 还有用法 当然 时间比较好掌握 过去 现在 和未来 就这三种 状态 则是比较困难的 包括了简单式 进行式 完成式 完成进行式 所以一旦你把这四种状态的定义 跟用法都弄清楚的话 再做这些的练习题 应该就可以全部答对了 今天就谢谢各位同学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